西元20XX年 核弹与战争爆发 大多数的土地都化为了废土 世界科技倒退 各地为了资源竞争不断 人性荡然无存 而就在此时 一个救世主诞生了 欸 导播 错棚错棚了啦 而就在此时 一个解救世界 找寻真相的方舟出现了 没错 我们今天要来玩的就是这款 像树峰弹射手游 欸 干淀淀淀淀 这个说明太长了啦 现代人哪有那么多时间 和耐心去阅读超过三个字的东西 有没有短一点可以让 像DA我这种人一眼就看出来 要玩什么的宣传呢 哦 我懂了我懂了 这游戏就是运用物理学和数学 探讨弹道和角度来攻击对手的 流浪方舟啊 故事就和前面讲得差不多 有一天呢 开发的网路产生了自主意识浮点 想要对创造主的人类发动攻击 退无可退的人们呢 开始使用核武器 要和地球跟浮点同归于尽 却在浮点的阻碍下失败 而核爆也将世界带入了黑暗期 这个剧本怎么看都应该是浮点 想要跟人类同归于尽 人类勉强阻止落得两败俱伤才对吧 你没事炸自己老家干嘛 吃饱了撑着吗 嗯 不过纵观历史好像也没错啦 是有这种断粮战术 剩下的人类则有部分靠着辐射获得了异能 持续与浮点留下的军团奋战 并建造起了方舟 追寻世界的真相 而我们的故事也就在此正式开始 游戏的核心呢 会使用各个超凡者 也就是你看到的这些英雄们啊 在战场上不断的谈泪 撞击的时候会根据自己的属性能力发挥效果 谈来谈去的状态呢 也会受到影响 由于有着与古代神职们类似的能力 他们也因此被冠上类似的名字 这些超凡者呢 也根据特性 大致上可以分成比如说AOE伤害啦 辅助啊 坦克或者是回血之类的走向 职业也分成了像是冲击啊 能量支援等等 撞在队友身上产生的效果也完全不同 所以说组队啊 是非常重要的 用得好可以产生1加1大于2的效果 哎 让我们来简单瞧瞧一下 基本上前期来讲 后裔和嫦娥 这组中国神话的英雄就相当的方便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七天活动中登录就送啊 而且这两个人的主动技能都是自动发动型 和你的技术无关 我最喜欢就是这种了 我是说玩游戏嘛 你有的时候可能在通勤啊 路上对不对 手一滑就没打到敌人了 嫦娥的主动技能呢 在自己回合开始的时候 就能直接打20次的随机伤害 要是你全部打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就得遇了300%的伤害 很适合摆在第一位 一出场就先射残对面一个 后续战场也舒服很多 当然啦 有些人也可以摆在第五位 也是OK的 后裔比较特别的 就是只要对方受到撞击 累积到一定的次数 就能在任何时候 我方回合结束时最佳伤害 这两人某个程度上 都属于这种被动的伤害 对于新手的帮助很大 剧情加入碎片送得多的海伦 也可以在前期使用 你看海伦嘛 是不是就是木马图存技 就可以丢出两个木马 炸炸对方 等到终其再考虑 养养其他的角色吧 另一个稳健的套路 可以考虑看看 这个神话中的蛇女 美杜莎和赫博 前者每次回合开始的时候 都会自残追加攻击 对于白嫖一次伤害 后者则是有人损血帮忙上盾 附加攻击提升 简直可以说是缺配啊 把这两个摆放在一二号位 中前期的关卡或是副本 可以说是神党杀佛 佛党杀佛 而且美杜莎只要有 完成游戏的首月活动 超凡之旅 就能拿到这个黑肉skin 啊死 赞 实际上队伍的组成 根据关卡的性质也会不同 像是副本里面的极限伤害 回合数短要求瞬间的爆发 就像潘朵拉拉或是阿瑞斯 这种杀敌一万 自损5000的就很合适 反正也没有跟你慢慢撸 或者矿坑死洞这种小场地 拉一进场就会砸下一发核弹 给出大量的AOE伤害跟位移 后续还能再靠辐射的debuff 进一步追加攻击 非常的方便 奥丁算是我觉得 很适合摆在这个五号位的角色 他会累积前面的伤害转换成头毛 虽然会有烧血的副作用 但可以靠回复或者护盾类的支援 像咱们区域限定的赠送SSR 妈祖就很适合 一个全职奶妈 赋予队友吸血的能力 让你不怕壮的兴起 一不小心就领了便当盒饭 其他各式各样 各个神话中 类似效果的超凡者 他们的组队 就等着大家自己去发掘吧 要是主线或是副本卡关的话 也不要紧 还有这个什么 人类坏文明的PVP 等等 我知道你们是不是要说什么 PVP就是看谁克得多 谁的英雄抽得猛就会赢 确实 只对了一半 在全面征战 也就是常见的PVP中 的确是这个样子 But 流浪方舟有个比较特别的PVP 叫做十二圣 系统会给你多次的选择机会 你就可以挑选自己的流派 这个PVP模式里面 所有人的英雄等级战力 全都一模模一样样 得靠不同的打法 和智慧的思考 才能脱颖而出 很适合我们北投战略家的头脑 除了推动关卡外 游戏中也有许多的额外要素 像是竞技场这种 大家熟知的内容 花园则可以孵化宠物 可以养这些看起来 傻逼傻逼又很可爱的迷样生物 在庭园里面晃来晃去 他们也能帮你增加一些 队伍的被动效果 还可以派出去狩猎 玩起来很像用自己的点数 跟对方互换 没什么太多的技巧 但意外很输呀 副本还有像是这个扒塔 比较特别的是 扒塔可以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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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这个时候 就不能进行其他的操作 那你下线前可以让它挂起来 挂机码 累积资源 手游最重要的还有什么 你说对了 那就是你们都很熟的 抽卡 抽起来 周末的里面 老板娘会帮你射出子弹 根据颜色 就知道有什么等级的超凡者 大家老熟啦 你看看像我們這一波有沒有金色的 哎呦皇帝啊 世紀裡面的武帝之手 遊戲中呢則是堅強的護盾大師 可以幫那個撞到的隊友補個護盾起來 那我們再看看還有什麼 哎 嫦娥二號機 可以啊 對不對 這個遊戲呢 重複著超凡者就會化為碎片 往上提升可以拉高基礎數值 升級專屬技能 還有裝備的插槽欄增加 由於遊戲資源呢給得很大方 只要方向正確 兩三個月要深買一支SSR的超凡者 也沒有說特別的難 好啦 看完以上這些 有沒有心動動啊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是不是 在這個世界末日裡面 今天6月13 遊戲就上架了 你只要打開Apple Store 或者是Google Play 搜尋流浪方舟 就可以下載 免費媽祖直接送哦 你就可以跟著媽祖一起開始快樂彈射 你是不是欠天錢以後不想抽SSR了 我是說 在這個廢土世界裡面快樂彈射撞擊敵人 一起談談談 我是DNA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優惠碼可以參考畫面之上 或是下方的資訊欄 希望可以在遊戲中和你們一起 彈尼彈射撞擊敵人